好 走 按電梯吧 因為天氣很好 不過空氣不太好 不過很熱 我要開家 他出大太陽 我們去 然後我們要在家裡睡覺 我們要領導打架 其實還有拍照 你很開心啊 一定啊 會有從這裡嗎 你按得到 我現在要用 走吧 不要 他只有我沒有講 按看看吧 我沒有講 我先把這個 移開 弟弟你把這個拿起來看看 這個重量滿輕的 他一個三歲的小朋友 可以很輕鬆的拿起來對不對 會重嗎 他也可以站他 你可以抱起來 可以抱嗎 好 那我問你哪個比較重 這個比較重 這個比較重對不對 好 這個比較輕 所以他這個重量真的是滿輕的 那接下來我就來把它打開 這個打開 全入 打開之後他是有個手提的 這個收納袋包裝起來 然後外面沒有印任何的logo 然後底下的角落這邊有中文的這個 注意的標示喔 特數字你看 1 2 3 4 5 6 7 2 3 9 4 打開 打開之後我聞一下他沒有任何的異味 真的沒有味道 那打開是這樣 他是這樣摺疊的 你有看到嗎 然後呢 這邊再打開 很大一片 然後 這是他的形狀 給大家看一下他的形狀 然後再轉過來給大家看背面的形狀 背面也有 是森林小夥伴吧 有一些貓頭鷹 然後這邊有一個量身高的 你有看到嗎 這邊有一個量身高的 有很高 有很高嗎 有 好 那我們把它放下來了 來 我看一下他有沒有打開 等一下先不要踩上來喔 好 好 那你覺得這有亂了嗎 可以 你喜歡這個地墊嗎 我喜歡 它上面有什麼 還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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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來簡單講一下 這個地墊的感覺喔 踩下去的感覺 真的是不比之前那一塊 之前那一塊應該有到四公分 那這個才一公分而已 踩起來的感覺 真的沒有那種非常軟的回饋感 然後還有它這個有點 踩下去會黏的 應該是它上面的這個 緩衝表面的塑料材質 踩下去會有點黏黏的 所以 尤其入來的聲音 不是蠻好聽的 像舊的這個地墊呢 感覺就很舒服 感覺非常好 對 那也許可以把這個舊的地墊 放在這個下面 然後它是整個非常的輕 真的非常的輕 另一方面比較特別它是 AB面 兩面的這個印刷 所以你可以換另外一面 然後換換心情 然後背後這個是 貓咪一些小寵物的圖案 然後這邊有那種身高 一些 刻痕的標示 然後摺疊方式 非常簡單 我一隻手 就可以收納 然後平常這個就可以放 沙巴底下 或者是 旁邊 那如果還用的時候呢 我們這樣展開 接著呢 打開 有沒有 就可以用了 所以這個我覺得比較適合 攜帶啦 去外面野餐 或到朋友的家裡 我覺得蠻適合買這個墊子的 可是如果你原本家裡是這種 皮革的包覆的 然後厚度很厚的這一種 使用起來會有落差 這個舒適感我覺得 遠遠不及這一款 那這一款唯一方面就是它輕 然後好摺疊收納 其他整體來講呢 還是這一種地墊 我覺得會 比較舒適比較好 那這個我當初好像 韓運是買新來幣1600多塊 那這個是買888 但是畢竟它厚度比較薄 只有1公分 整體的舒適感CP值來講 我覺得 這一款可能還是會比較好 不過當初買這個是怕小baby 甩下來會撞到或什麼 那因為它現在長大了嘛 只是需要預防把一些東西 掉到地板 玩玩具的一些 干擾到其他鄰居的聲音 所以用這種小的 薄的地墊就可以了 那要打掃的時候 收納也非常簡單 好啦我們介紹就到這裡啦 小營影片就到這裡囉 下次再見 好那影片就分享到這裡 我是Nick下次再見 掰掰